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日更频道 香港有一单新闻 看到图片影片非常恐怖 上个月25日 在红磡发生铁锤商人案 有一个做地产代理男人在红磡被人襲击 被三个男人狂追 其中两个男人握着铁锤 另一个人握着手机全程拍摄 简直就像买胸拍的人 然后襲击过程大概一分钟左右 最终男人倒地受伤 知情人士说到伤者手脚多处重重 腰受伤,左脚永久伤残 iPhone 14 Pro也被人抢走 和透露伤者在事发前 曾经与黑帮人士有争执,博了警 这些黑帮行为都几猖狂 手段凶残,这样追他 按照这些知情人士透露 这个预袭受伤的男人 是一个身家清白地产代理 在今年的9月中在酒楼饭局 和人有金钱问题,然后争执 其中一个人黑帮背景 还说找人砍死他 事主在朋友的劝说之下提早离开 但后来竟然原来曾经有20多个人 去到现场寻人 找不到人,因为事主走了 但过几月后突然遇到襲击 华尔和这件事有关 哇,香港都几恐怖啊 现在黑社会狼死到这样 最近其实也有不少 和这些黑社会相关的案件 好像疫情之前 都没见到有这么多这类事件发生 反而疫情结束之后 这帮黑社会 全帮涌出来做狡猾仔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那样这么多人 为少少钱就可以去斩人 还有啊 其实这一年半载来说 其实是多了很多 所谓的打劫标行啊 金普啊 这些案件出来的 凶杀案都有不少啦 其实治安好像真的差了很多 好啦,那今集呢 和大家看到这里先啦 大家有什么想讲 下面留言啦 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啦 拜拜